柳传志进了福建省小学诚信教育一年级教材 作者居然是冯小刚 能够上教材的人一般都是经过严格审核才有资格选入教材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商人柳传志 居然被堂而皇之地选进了教材 很多科学家都没有被选入教材 柳传志何德何能成为诚信教育的范本 作为一个所谓的企业家商人 柳传志本身就饱受争议 且不说他真正的人品怎么样 起码他的企业让人反胃 再加上他的女儿柳青 曾经在网约车行业大出风头 后来富美上市被团灭 从资本老大到资本垄断 可以说柳传志带着他的女儿 在商业战场更是所向披靡 好在被及时刹车 而首识大咖柳传志的作者是冯小刚 先不说文章内容如何 光这个标题就知道是马屁文章 文章将商人柳传志一股吹捧 无非就是开会不迟到这点事 把柳传志当作中国企业家的模范 说白了就是将西方人的话当作标准 然后用柳传志行为体现所谓的首识 骨子里就是崇洋媚外 首识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基本诚信 难道曹德旺不比柳传志有资格入选教材 非要选个戏子冯小刚的马屁文章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这到底是向前看齐还是向商看齐 一般入选教材的都是已经过世的人物 他们都有历史的定论 要不然就是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比如说袁隆平 很早就上了高中生物教材 而柳传志只不过是一名商人 难不成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有钱就可以渗透教材 将自己所谓的光辉世纪编入教材 妇科教材内容本身也很重要 不要因为是妇科就想擦边球 文章的作者冯小刚 既不是什么文学家 也不是什么诗人 仅仅只是个拍电影的戏子而已 俗话说骑驴看唱本 难不成什么人的文章都可以入选教材 就像作协选人一样 那些写着低俗文字所谓的诗人也能进诗坛 无论是教材还是作协 他们的很多做法 其实都在影响着我们下一代教育 教育无小事 总不能说孩子教育全靠家长 前有人教板插话风波 现在又出现了福建小学教材选文不当 当游戏规则被人改变了 那么他产生的教育目的就改变了 曾经我们教育孩子科研报国 难道现在的风向变了 一个所谓的商人都能进教材 你赞同柳传志进教材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 也欢迎转发收藏 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